大家好,面前这棵兰花是去年我们公司换花的时候拿回来的其中一棵 拿回来,它的根很差,把它处理好了以后 也试过别的种子方法,不怎么长 然后呢,后面就把它转成那个懒人悬空种子法 它的根呢,长得是非常的漂亮 之前有分享过,说它的根长得很吓人的其中一棵 后面呢,我跟它换了一个大的容器 因为它上面再长根,下面的根也长得没地方发展 然后呢,就换了一个高一点,大一点的容器 现在呢,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当中 就长了这一片叶子,还不够长 前段时间呢,长了一个花梗出来 它的花梗上面现在有几个花包 那个甲子呢,暂时这样子跟它固定一下 过一两天呢,我就会把那个甲子跟它一个位置 不要影响到它的花包 它的花包不多,就拆几个 还在继续的往前再长 本来呢,这种简单一打理的懒人悬空种子法 是浇水,就是跟它泡一两分钟的水倒掉就可以了 不过呢,刚才呢,就发生了一点状况 这一颗,被我弄到一条根了 手多嘛,要拿出来看看 呵呵 好,你们呢,在这个容器里面都看得到的嘛 这个透明的容器 那这条根呢,这个根间呢 粘到那个上面去了 我先弄出来 很难弄啊 哦,抠掉了 抠掉了,看这里粘过的还有一个痕迹在这里 哦 嗯,这么漂亮的根 被我弄断了 哎呀,这个根是滑的 它原本呢,那条根在这个位置的 断掉了 可惜了吧 很可惜 哦 根是很漂亮 非要手多去拿出来 嗯,断掉断掉了呗 很滑啊,这条根 哦 今天弄断它的根呢 是无意中跟它弄断的 嗯,我之前呢 还专门把它弄断了 甚至把它剪掉了 呵呵 呃,其中剪掉它的原因呢 有两个 一个呢,它就是全部粘在那个容器上面去了 而一个呢,它就在那个容器里面呢 长得轻苔,不好看 哦 我又把它伸硬的扒出来 然后就把它下面的 整青苔的根 剪掉了 当然不是这一口啊 我说的是另外的 嗯,现在来说说它的根上面呢 会有那个毛茸茸的那一种 这个上面看不清楚是吧 就这一种毛茸茸的这种东西呢 它是拿来固定自己的 它是想要有安全感 嗯,它是拿来呢 嗯,找住容器或者是找住植料的 那是要比较健康积极生长的根 它才有那一种毛茸茸的东西 嗯 所以看到这种情况呢 不用害怕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